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在今天的这个 应该是日本的叫KGD 有家媒体 应该是日本 日本叫什么日本电视台 国家电视台 在他网站上写了一篇文章 探讨习近平跟太子党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十九大之后 大家是有点忽视这个问题 确实是在十九大上应该讲 十九大过程 习近平斩杀了整个太子党的利益 但进而转向到 所谓以贪腐为 以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 为集中的利益集团 但是这个利益集团特别是当牵扯到经济腐败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 习近平在 一而再再二三十九大前后都向金融体系放出 这个望里放钱 望里放钱 那而在一行三会的背景之下 再次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其实就说明他掌控不了金融体系 而在金融体系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资深的太子党的真正的力量 包括陈毅的儿子就是一大批这些人 一大批这些人 而他们的资格都比习近平老 而习近平在十九大的背景之下呢 确实剥夺了太子党的权利 这个在这点上处于相当一种危险的故事 在此之前 人们一直在说 习近平在王岐山反腐的时候 只打草根官员 爆料的人也这么说 只打草根官员 没有打这个太子党 其实你冷眼看你知道 现在他把整个太子党权利都剥夺了 而太子党 他在太子党当中呢 他的家族家庭是属于偏系 不是正红的 如果按照言说就不是正红旗的 所以其实这里面出现的冲突蛮大的 结果今天在不同的媒体 都登到这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跟太子党之间的标志 习近平新的团队 不注重协同论 就不注重他的太子党 而注重他的 是否是他的人听他的话 这是不同媒体都在这么登 我跟大家分享日本媒体 他是英文的 所以以人家英文版为主 习近平在通过十九大 已经在自己的概念中 他实施了有点类似农村包围城市 就是说他用他自己曾经工作 一起工作过的这些平民官员 组成了他的整个团队 而不是他的太子党 而根本不是他的太子党 他说如果有的话 即使还有太子党的话 但是在他的整个阵营中 太子党和红二代少之又少 他解释太子党指的就是 中共高级官员 在四九年之后 他们的父母曾经在中共体制中 具有深刻影响的人 那具有深刻影响的人 那参加过跟日本的作战 参加过跟国民党的作战 那而作为这个习近平本身 他自己是属于真正的太子党 但是呢 他即使他属于真正太子党 但是他他本身的派系却有问题 就是他在中共太子党当中 本身是有问题的 他说在这个与习近平 曾经一起搭档的王 就是王岐山 那是因为他的太太 就是姚依林了 那在过去时间里 是有这个背景 而现在十九大新的里面 只有张右侠 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中 只有张右侠一个人是太子党 所以习近平在新的组阁中 把整个太子党清除出 他的权力核心 中共的权力核心 习近平在进行真正的冒险的政治赌博 那普通人成为了他的真正主流 那他讲说 几乎在他的新的团队中呢 都是他的 都是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 没有家庭背景的人 他这里提到是陈敏尔 提到陈敏尔 他说陈敏尔就是他最典型的 当然陈敏尔在我眼睛里 其实就只能就是那么就那么说了吧 也没什么可讲的 他就是那样的 陈敏尔是浙江的 浙江绍兴农村的 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的家族背景 所以他对习近平就是绝对忠心的 这个概念在中共的环境中 其实具备的就像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这个恨人有消人无的中共的心理大陆 他另外一个就是李希 广东省委书记 他们原来是曾经在是陕西的官员 那李希呢 接替了这个 李希是掌控着广东 而广东是谁的天下呢 广东是叶家的天下 叶选平叶选宁的天下 那当初习近平曾经得到过 叶家的真正的鼎立支持 他这里提到 主要是叶选宁曾经协助他 他说在2012年 在担任高层领导之前 突然消失 这是他9月份审隐 他说在审隐期间 其实是在医院里读过的 日本媒体在有关习近平的这个问题上 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说在他那段时间 他见过太子党 见过一大批太子党 而在这个过程中 曾经跟他们有过一种 帝偶 有过一种 就叫帝偶了 交易 那交易的本身就是 得到军队的太子党支持 那在反腐中 那我们不知道 他给予人家什么回复 这里说的就是得到支持 而这里得到支持的本身 就是反腐和整顿军队 我认为这里面有偏差 因为在他整顿军队概念 是在2015年之后 2015年之后 大远兵之后 而那个期间 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 他遭到20142015 遭到很沉重的打击 那而在有关军队本身上 他说得到了叶选 叶选宁的强大的支持 特别是在军队角 叶选宁是叶剑英的儿子 那当初叶选宁 曾经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 据说是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是都这么说 所以那叶选宁 是在红二代当中 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特别他有一些理论 那叶家呢 我们知道在四人帮的时候 当时是叶剑英出头 所以叶剑英出头 支持华国锋 干了四人帮 那没有这段故事的话 所有后来中共的高层 没有人能够有机会平反 获得胡耀邦的平反 所以他们都对叶家有着忌讳 因为人家帮了 是拿出头生死那一搏 要不然的话 如果没弄成的话 那叶家人会死掉的 对吧 会被江青他们弄死的 所以前后应该是有这种故事在里头 所以叶家的据点 真正的据点就是在广东 客家话 说客家话 所以他讲说 习近平获得了叶选宁的鼎立的支持 而现在呢 他控制军队以后呢 又把他自己的知己 李希呢送到了叶显平的家里面 他就送到了广东 那意思是说 他却没有回报叶家 他说应该是以最大的理由 理喻来回报叶家 但这里可以看到就是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 然后他提到说 在广东本身是中国的一个最主要大省之一 那原来呢 是胡耀邦的人在管 而胡耀邦呢 对不起 是胡锦涛的人在管 说胡锦涛呢 是被邓小平选中的 一直在这个李希来到广东之前 所以都是广东省都是叶家在管 那李希接替了这个 胡兴 李希接替了这个 顶掉了应该是叫 顶掉了这个胡锦涛的人 那而习近平呢 应该是以最大的礼仪 礼乐来对待叶家 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那因为现在不知道叶家的背景 所以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 那习近平再怎么样 你卖不过这些主要的红二代 大概是这意思 那但是我们现在很难说 他会怎么样了 所以他里面讲的就是 习近平在遭受着这种 红二代的抗衡 但是呢 他是否不买他们的账 另外两个人 刘元和刘亚洲 刘元和刘亚洲 这是他们曾经的年轻的朋友 但是他们俩已经退休了 那刘元的父亲高过 高过 就是刘少奇高过这个 这个这个 习近平的父亲 这是没错了 而刘亚洲呢 是李先念的女婿 所以李先念曾经做过国家主席 所以李先念和这个刘少奇 都是做过国家主席的 那都比这个习仲勋的位置要高很多 中共红二代之间是比老爷 比这个老人的 谁老人官大 谁谁说了算 另外一个就毛新宇 那毛新宇就他讲这是 基本上就没什么意思吧 就是习近平基本就完全冷落了毛新宇 张又霞 他说张又霞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了 就是关键是张又霞跟 张又霞的父亲 张宗勋跟这个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 他们都是陕西的 他们都是陕西的 张宗勋跟习仲勋都出生在陕西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军队里 但是 所以张又霞在最新的这个军事 就是军委当中的 他可以坐在习近平的身边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真正中共的 红二代当中 张习仲勋是属于西北派 习仲勋属于西北派 张习近平的父亲 在中共的主流排名当中 根本排不上 所以他要清除掉 红二代 清除掉太子党 他整批清除掉 反而他为什么要以人民为基础 我可能是有这个 他这里描述说 应该是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原因所在 所以他用张又霞 也是因为张又霞的父亲跟习仲勋 他们同为西北派别 在中共原来一直原来的党的体系中 是弱的 作为这样一个属于相对比较小的 共产党派系当中的领袖的儿子 习近平可能会认为 如果他要把红二代有影响的人 保持在关键位置上的话 他将受到伤害 红二代人都太自高自大 没有人绝对服从习近平的 所以在今天新时代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要的是顺从 不要这种血统 从而抛弃太子党 而使用他现在的这种概念 所有新的人都是没有根底的 家族没有根底的 所以习近平最大的隐患 来自于太子党的骚乱 他说来自于太子党 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 位置高过江泽民、胡锦涛 那在党代会上 用习近平思想的概念 他可以明确地看到 在中共红二代当中 几乎没有任何反馈 他们完全质疑 习近平、习思想 被放在党章里的合法性 对太子党的另外一个不安的做法 就是对习近平的公开的赞许 以个人崇拜的方式的出现 所以因为 红二代对有关文革期间 遭到的迫害 记忆犹新 所以习近平在他自己的新的时代里 创造了一个新的挑战 与他并驾齐驱的太子党 对他的不满和真正的反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